中俄越早去美元化,我们就越安全 9月5日,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称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首席CEO九科夫告诉记者 中俄两国已经达成协议 从今年9月开始,往返两国之间的飞机加油费用 不再使用美元结算,将改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 九科夫表示经过前期的试点 结果显示采用卢布和人民币结算 可以为中俄两国带来巨大的额外经济收益 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 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突破 因为虽然近年来中俄结算支付体系去美元化的进程一直在加速 但在很多领域依然使用美元 2015年,中俄贸易结算近九成使用美元 而到了2020年第一季度,这一数据下降到了46% 根据今年5月俄罗斯央行公布的数据 去年俄罗斯大幅减少了美元的储备 提升了黄金、人民币和其他货币的持有份额 去年俄罗斯的货币储备体系中 美元的比例已经跌至21.2% 而黄金和人民币的比例则增至23.3%和12.8% 在俄罗斯方面看来 中俄以本币结算,中国肯定沾光 一方面,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商主要是私有企业 他们肯定更加愿意要人民币而非卢比 由于俄罗斯市场小,俄罗斯客户对于中国制造企业来说处于溢价弱势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尤其是能源企业 中国的国有企业肯定也想支付人民币 而俄罗斯那边如果想维持人民币收支平衡,也只能多收人民币 于是我们会发现,卢布在中俄贸易本币结算中是持续弱化趋势 所以就微观层面而言,俄罗斯的这些企业就更加倾向于与中国谈条件 这就是俄气与中国国有航空燃料运营商持续多年谈判的深层原因 那么,现在俄气和中国国有航空燃料运营商就本币结算 抛弃美元结算,达成了协议 这表明中俄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带来了新的机遇 尤其是中国经济内循环带来巨大需求和人民币 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广泛使用,让俄罗斯看到了机遇 中国2030年将要达到碳达峰 中国市场需要大量的天然气 如果俄气愿意用本币结算 中国就可以优先购买俄气 俄气就能在中国的增量市场中分到最大的蛋糕 不但如此,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再增加 人民币在这些国家当中正在越来越受欢迎 中国拿着人民币去这些国家直接投资 正变得越来越多 那么,像俄气这样的大型企业 拿到了从中国手中结算的人民币后 是可以到这些国家投资 或者把这些钱存在俄罗斯的银行 然后贷款给那些到相关国家投资的俄罗斯企业 就能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 中国在这些国家增加了大笔的投资和贸易 人民币在这些国家的市场中越来越受认可 俄罗斯拿到人民币不但可以降低汇兑损失和交易成本 还能增加交易机会 俄气首席执行官九克夫说 以人民币和卢布进行的实验性结算 显示出了额外的经济效应 是的 上述就是额外的经济效应 俄罗斯可以拿着人民币到这些国家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贸易机会 中国也可以拿着卢布到俄罗斯投资或中亚国家投资 总之 中俄本币结算不但可以降低汇兑损失 在相关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交易投资机会 如此 俄罗斯当然就更加愿意选择用本币结算 此举不仅给中俄两国航空公司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而且是中俄两国联手去美元化的又一举措 中俄两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双方苦美元霸权久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美国综合国力大增 美国的本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 在美元全球货币地位确立的初期 美国还能遵守相关协议 发挥美元的作用 但是发展到后来 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收割其他国家的财富 并且转嫁美国的金融危险 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为了让经济尽快复苏 推出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 其中有一项措施便是量化宽松政策 也就是大量印钞 确保经济发展中货币供应充足 如此一来 其他国家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便大幅度缩水 损失相当惨重 与此同时 美元的贬值还导致其他国家货币汇率极不稳定 加大了相关国家外汇储备和偿债的风险 但是美国并未收手 而是利用货币传导机制让全球共同承担上述风险 除此之外 美元霸权还成为美国打压其他国家的一种手段 今年4月中旬 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 规定从今年6月14日起 美国将禁止本国任何金融机构参与以卢布计价的 俄罗斯主权债券一级市场 分析人士指出 拜登当局此举可能导致美国资本加速从俄罗斯撤离 俄罗斯本币卢布面临着极大的贬值压力 另外 美国还计划将俄罗斯从SWFT结算系统中排除出去 由于SWFT结算系统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结算系统 如果俄罗斯不能正常使用该系统 其贸易活动将受到极大影响 尤其是俄罗斯极为倚重的能源出口业务 美国上述经济制裁措施正是建立在美元霸权的基础之上 而俄罗斯面临的风险同样是其他国家需要面对的 如何将美元霸权带来的风险降至最低或者彻底消除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美元化 所谓的去美元化就是在经济活动中少用或者不用美元 同时建立一套独立于美元之外的结算体系 去美元化的主要手段包括大幅减持美债 增加非美元货币交易大宗商品 增加非美元的货币储备以及储备黄金对冲美元风险等 当前俄罗斯筹建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便是典型的去美元化措施 据统计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目前在华经营着34座机场加油站 使用中俄本币结算后 俄气在华航空加油业务有望进一步发展 预计到2025年飞机加油总量将翻一番 很显然这是本币结算的另一部分好处 那就是中国给了俄气更大的市场 俄气飞往中国的飞机越来越多 在中国加油的量也越来越多 用本币结算这样当然会更经济 其实俄气与中国国有航空燃料运营商就本币结算 如果说过去还让俄罗斯觉得不划算的话 那么现在之所以达成一致 是因为认为划算了 那么如果连俄气都认为本币结算划算了 那么俄罗斯的很多企业都会越来越认为 中俄贸易用本币结算会非常划算 所以在小编看来 这次双方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突破性的协议 接下来意味着中俄贸易本币结算将会出现爆发式增长 去年11月份俄罗斯政府做出正式表态 宣称要支持中俄两国在双边贸易结算中 扩大使用本国货币 随着近年来中俄关系日益紧密 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往来也不断加强 双方贸易总额早就不是个小数字了 2020年尽管全球经济普遍下降 但中俄间的贸易仍在稳步发展 该年度两国贸易总额达到了1077亿美元之巨 更重要的是2020年度的中俄贸易中 有超过75%以上业务都与美元结算无关 而是使用的人民币、欧元或卢布 毫无疑问中俄在双边贸易往来中 扩大使用本币结算机制 对美元霸权将带来巨大的冲击 普京早已做出决定 将美元在该国外汇中的占比逐渐清空 让俄罗斯成为一个零美债的国家 今年初俄罗斯又在本国去美元化方面 下出了一金妙手 将人民币大量加入到本国福利基金的组成部分之中 同时又大幅减少美元在该福利基金中的比例 由中俄贸易本币结算比例 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这一态势 我们再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投资关系 就能体会到未来不止中俄贸易 会更多用本币结算 中国与一带一路的很多沿线国家都会选择本币结算 这其中的逻辑有四个 一是全球危机的背景下 中国制造在全球有了更强的话语权 中国企业将会更加愿意接纳人民币结算的订单 这也会促使更多国家选择使用人民币来进行贸易结算 二是中国在启动了经济内循环后 未来将是全球最大的增量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国家为了更好与中国做生意 一定会更加积极地接纳人民币 使用人民币 三是因为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增加 中国人投资用人民币投资 购买的又是中国制造与服务 当然会使用人民币 这就必然带来人民币与相关国家贸易结算比例的提升 四是中国对这些国家投资增加 而且又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资 那么人民币在相关国家就将逐渐成为硬通货 人民币的需求就会增加 这也必然带来中国与相关国家贸易投资 结算人民币比例的大幅提升 现如今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体系 已经将中国与俄罗斯同视为 能对其全球霸权主义构成挑战的对手 对中俄的打压与围堵日甚一日 因此中俄便更应早日未雨绸缪 争取用小步快进的方式将美元掀下霸权王座 可以预见的是中俄接下来还会在更多领域去美元化 而且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中俄的阵营中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